欢迎收看每周一到周日晚间九点播出的张有华挺三国 上一集我们讲情报的缺失而造成了袁绍的腐败 那这一集我们来讲曹操产生的后果 其实关渡之战并不复杂 我们仔细看关渡之战真正所谓的胜负 曹操是以产胜收场 我们先讲曹操这一部分 各位晓得在关渡之战曹操胜利以后 从袁绍的大营中收出了很多曹操身边的官员 给袁绍写的信 给袁绍写的信 然后曹操故事大方 就是故意的来表示自己是气度大 他就是说我当时跟袁绍交手 我还不知道胜负 那这些人去投靠所谓的袁绍 乃是不得已 连我都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前途 那他们怎么能够确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曹操他是一个杜亮还有的统帅 但是事实上曹操这一点做的实在是太假了 为什么假 因为其中的东西 曹操一定看过 甚至于谁写了什么东西 谁做了什么事 给袁绍提供什么样的情报 他通通都理解 但是曹操他很聪明的一点 如果我处置了这一些敌钱 敌钱通讯的人 那未来他要解决袁绍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曹操故事大方 就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换作我 我也会做 他就把东西烧了 但是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袁绍 从叶城到黎阳 黎阳到 到严津 严津 然后一路下来 到 关渡 这一条线 刚刚好 就是黄河 过了黄河南岸 一路到达的线 然后过了关渡 两百里就到许昌 就到许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袁绍他为什么敢稳扎稳打 因为有很多人 给袁绍提供曹操内部的讯息 所以呢 袁绍就并不介意 他的左右翼 会不会受到袭击 我们仔细看 群绪豪霸 脏霸 他们 脏霸 蒼西 他们 没有从右翼 到 袁绍的后方 进行骚扰 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固 固定 固守 就地固守 就地固守呢 那为什么袁绍不去处理青州 徐州的问题 因为曹操内部 应该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说曹操的军队的兵力 没有那么雄厚 那其次呢 他为什么不走河内这条线 因为你要控制洛阳 控制许都 你必先拿下 所谓的河内 就是我一再讲 就是在关西地区 关西地区的汉 关中 关中必须要以 韩古关 铜关 跟河东 为主 你要守关中 先守这些地方 但是呢 我们从洛阳上面 你来看的话 一个是河内 一个是 是河东 还有一个 是河南 这三个地方 从这三个角度 从这三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事实 就是袁绍为什么不在这三个地方 部件部署 就是部件兵力 或者部署兵力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曹操内部的很多事情 他根本知道 他也认为知道 那个曹操的兵手 所以呢 曹操等于是在烈士的状况之下作战 各位要晓得 烈士作战 必须要有 优良的情报 部队指挥要灵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速战速决 换句话说 烈士作战 就是如同 我们讲的 内线作战 你内线作战 必须以快速为主 因为一让敌人的部队 合围的话 你会优势尽失 所以内线作战 各位仔细看 因为他补给线短 他可以从四面八方来 对付部队 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说了回来 曹操烈士作战的思维 曹操烈士作战的思维 大概只有两个 一 我要有正确的情报 第二个 我如何摧毁你的 后勤补给界 这个时候刚刚好 许优来到 那许优来到 就跟他透露一个消息 就是乌朝 是元绍后勤补给中心 好 这个后勤补给中心 大概也 那个距离大概 有差不多 三十到四十里 那换句话说 元绍的大军 还在源源不断的渡河 所以他把后勤基地往前推 而不设在河的对岸 而是渡过了黄河 进入到了乌朝 那进入到了乌朝 他把守的人是谁 叫淳于琼 淳于琼跟曹操 那又是认识的 所以曹操知道淳于琼这个人 各位要知道 任何好的情报 先要判断人物质 为什么人物质非常重要 因为人物质 就可以显示这个人的思维 那换句话说 为什么每一次 出外巡军作战的时候 他必须要以人物质为主 就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他要知道第一线指挥官究竟是谁 这个指挥官的性格怎么样 他的作战思维怎么样 所以美军可以从这个角度 除了这个人物质以外 你更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说 战略情报里面 他的后勤补给中心 究竟是在哪里 只要打掉了后勤指挥中心的话 这个兵力会不战而溃 所以曹操的劣势作战的思维 就是一个要有情报 第二个要速战速决 然后我们来看 袁绍方面 骑兵与阵地战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各位知道 骑兵它要机动性非常强 况且骑兵它运用的是左右包操 还有后路阶段 那古代的骑兵的运用 我也讲过了 曹操清记 可以一日夜行三百里 但是我们仔细看 袁绍他在平定公孙战 还有相关的黄金之乱以后 他所率领的骑兵 其实也有进入到关渡 可是这些骑兵是干嘛 骑兵反而变成了护卫队 就是保护袁绍 这种骑兵不用于战场 而保护首长的作为 就是不可思议 这里面我讲一则 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的潜艰也好 美国的潜艰也好 都发挥无比的作战效力 但是我们仔细看 日本的潜艰 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挥效力 日本把潜艰 不是当作一个攻击的 一个重要的兵种 而是说他把潜艰派去 作为某一些少界之用 就是说如果发现了美国船只 他就迅速通报 好 主要的舰只 说美国的船只是在哪里 哪里 哪里 好 各位要知道 潜艰它有它的隐秘性 潜艰它有它的快速性 还有潜艰它有它的攻击性 你把快速性 隐秘性 机动性的 当作一个少界艇来用的话 这个在战术上面犯了极大的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关渡之战的时候 骑兵 骑兵去打阵地战 骑兵打阵地战 很少成功的先例 因为马匹的目标 比人还要明显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射人先射马 就是马的目标是非常的明显 骑兵它是适合机动作战 冲锋作战 然后大迂回作战 穿插等 千万不能运用为 叫做攻城之战 或者是阵地战 阵地战是极端不利于骑兵 因为各位如果看过 壕沟的话 宫市 它的宫市跟它的壕沟 那古代的壕沟 一定是做得很长 也很宽 它主要要防止骑兵号越过去 从这个角度看 骑兵参与阵地战 就是骑兵自己找死 当骑兵自己找死 谁都没有办法 那最后我们来看 后勤补给线的重要 就是当许优来看曹操以后 许优给曹操提供了一个 绝世情报 就是说设在乌朝 这个时候 曹操阵营里面 有人建议曹操说这则消息准不准确 需不需要派人去勘查或者是核实 但是曹操呢 见到许优 连他的脱鞋都穿反了 他的鞋子都穿反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我只要掌握到元少的后勤补给线的话 我才有成功的胜算 当许优这么一讲 他跟他身边的几个主要将领谈 谈完了以后 曹操为什么要亲自率队 亲身冒险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跟纯于琼他们全部认识 他也知道这一位将领的个性 所以为什么曹操身为主帅要亲身犯险 他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情报确实 那第二个纯于琼是他老朋友 他知道纯于琼的思维 然后第三个 这样子可以激励士气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 曹操产胜的后果 其实赤壁之战 虽然算是以寡极重 但是曹操他只不过是个产胜而已 那他真正一场战役打了下来 在一直到官渡相持的时候 其实曹操的兵援死伤数是超过了袁绍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如果不是寻遇建议曹操你要支撑下去 你要支撑个十五天 胜利就是你的 如果不是寻遇他们 寻遇他们支持曹操的话 曹操可能支撑不下去 结果天送了一个情报 许优跟袁绍之间发生冲突之后 他告诉曹操 就是纯于琼守吾朝 纯于琼守吾朝 曹操亲身犯险 把后勤补给基地 一旦摧毁掉的时候 援军立刻大溃 我们不要看 不要认为说 官渡之战是 曹操胜利 可是曹操的胜利是一个产胜 为什么是个产胜 因为两年后 袁绍又发动了一场战争 只不过这场战争 对于历史学者来讲 重视的太少 其实袁绍 他在官渡之战失败以后 记住一句话 他就率领着骑兵渡过黄河回到叶城 这个时候曹操没有趁胜追击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曹操 知道以他的兵力 他没有办法解决袁绍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曹操 曹操从东郡太守到远州牧 完了以后 他为什么要经营清许两州 甚至于 甚至于他对关系 也只有用机密政策 对于荆州跟江东 他也不敢 不敢 他也不敢 意图染指 真正的原因就是袁绍这个强敌 当他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对于所谓的曹操来讲 如果袁绍不死 曹操心不能安 那综合来看 官渡之战的胜利 一个是情报 一个是主帅的判断 那更重要的是后勤维修的重要性 从官渡之战 我们来看 袁绍为何胜 曹操 袁绍为何败 曹操为何胜 说穿了只有一个字 就是情 就是所谓的情 也包含了情感 也包含了情报 也包含了曹操 对于袁绍有情的了解 那官渡之战 我们虽然看 有很多论文 写到他整个作战的经过 但是基本上 还是一个情 就是决定了 袁绍跟曹操之间的胜负 那更重要的 曹操的产生以后 使汉代的历史 尤其东汉的末年的历史 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人的智慧 随阅读而成长 今天我介绍一本书 是由暖暖书出版的 华府记者教你25条 现实生活的生存法则 看到这部书 我其实内心有非常强烈的感慨 为什么 各位要理解到 华府记者的生存环境 是非常的严酷 各位不要看 他们在白宫记者会上 可以凯凯而谈 各位不要看 他们可以出入所谓名流场所 但是华府记者确确的说 他是有分 大牌中牌小牌跟五牌 那换句话说 在华府的记者圈 你要如何生存 你要如何脱颖而出 这部书 好 它有详细的介绍 因为它讲的是25条 适合的生存法则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华府的记者 我有很多朋友是华府的记者 我也请教过 他们在华府的生存方式 他说你要记住一个原则 当掌权者不愿意放下他的权力 当话语权能难是掌权者的权力的时候 你如何从他的口中去套出所谓的新闻 这个就是华府记者的生存法则 那换句话说 记者他不只是访问而已 记者还要去深入的挖掘问题 确确的说 华府的记者 你不管是台湾派驻在华府 或者其他地方派驻在华府 他永远派的都是最优秀的记者 但是他们的生存法则 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其实那我念个一条 大家都心有七七焉 他的第一个法则就讲 生活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丑恶战争 的确 因为华府当局对于记者 在他们的名册里面都有分 大牌中牌小牌还有五牌 甚至于不入流的 其实他们都有区分 但是这些记者如何在 恶劣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 进而能够提炼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有亲身经验者 很难体会各中之味 这是一部好书 值得您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